好 进入到这一段的节目 今天把昨天的涨幅吐了一半以上回去 我想大家都好担心 为什么人到走廊只开两天吗 接下来我们到底能不能确定 19662会是低点或者还有更低呢 今天传出哦 有可能现股当冲的交易税减半这件事情 有机会继续延长 给大家打一下强心针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期货保证金又上调了 今年已经上调四次了 哦 这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 就要靠今天的来宾来做解读了 好 第一位是我们的股市施工 永年老师 好 还记得永年老师 礼拜一 台股大跌1807点 他有来哦 他说不要担心 跌那么重 接下来会反弹 果然礼拜二 礼拜三反弹了 但礼拜四今天他来了要问他了 哎 你的人到走廊开两天耶 开两天之后到底该怎么走 哦 永年老师今天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哦 等一下一定要仔细的听起来 虽然已经修正20% 但我们有一些讯息还是不能忽略哦 所以等一下永年老师还会帮我们从季报来看了 因为华硕今天开季报状况很好 帮您猜一猜还有哪一些季报的黑马股哦 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产业趋势专家 王健文 王博 王博每一次都帮我们见见好多的大型机幽股 围攻光明顶哦 不过这些机幽股现在哇也被击落 有点零零落落 很多人说我知道他们的体质很好 也是知名的龙头股 可是抱不住甚至还被杀到断头 今天王博在父亲节帮大家来送暖咯 上次就告诉您华硕的业绩会很好 那另外鸿海呢 昨天融资去抢的朋友们今天叠下来套住了 有没有机会解套等一下一定要听王博讲咯 7月营收的黑马肌幽股 绝对有机会让您做解套的 好 第三位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他咯 是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分析师Vic黎智健 好 大家现在最关心全世界那么多的灰犀牛 有一只叫做灰达为什么 因为GP200传输有设计的瑕疵要延后了 今天产业专家Vic会来告诉你 这颗晶片这个模组里面 到底什么地方有缺陷了 这个缺陷很致命吗 这个缺陷会让延后的时程到什么地方 以及台厂供应链 我们现在怎么来评估被递延的营收 其实股价的跌幅搞不好已经反映了 好 首先有请师公 永年老师 好 你礼拜一来说会开人到走廊了 开了开了开了 对 开了开了 两天而已 对 不错了 好 所以很直接问你 下一次开什么时候 好 那当然今天你很特别耶 你难得帮我们去猜Q2的季报 还有谁是黑马股 对 因为我印象都是被动式 对 你印象都是丢给后面的分析师处理 没有错 可是今天呢 因为今天就华硕了 它这个财报一公布出来以后 它的表现太特殊了 所以那我们就要按照这个模式 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股票呢 也能跟进 是 我相信这一点呢 很多投资朋友会非常期待 你的举止异常 背后必有大事 是 必有妖 什么事呢 OK 那我们先看大盘 那大盘呢 大家今天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美股盘后呢 美超微下跌了 这个超过20% 那辉达呢 也跟着跌下来 也失走了100块美元 那所以呢 费办指数 这个包括四大指数 其实都出现回挡的走势 而且呢 其实呢 像以道琼啊 这个NASA指数来讲的话 他们现在都面临到一些 这个继续回挡的危机 继续回挡的危机 现在呢 有一件 这个刚才呢 赵华讲的 有一个消息就是说 当冲降税的措施 可能要再延长三年 那很多投资朋友就会说 这个是好事吧 因为之前因为这样 交易量真的变得很活络 是 对 可是呢 我要提醒一下 这个少年股神们 因为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因为呢 自从呢 这个当冲交易税减半之后 因为发生过很多 这个奇特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 譬如说 它10万块都会违约 如果是这个股票交易违约的话 那么你要记住一点 你终身都不能在券商开户 是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 好 今天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在于说 美元对台币 就是台币的汇率呢 跟股市是脱钩的 因为今天呢 台币是升值的 理论来讲 我们每次台币升值 那股市就会涨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台币升值 股市就会涨呢 因为外资通常会回来 通常会进来买股票 结果今天呢 外资又卖了 又是在大卖 对不对 那可是 所以这一点呢 跟这个汇率呢 已经脱钩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 很重要 因为呢 这一次的这个外资之所以 会大举的这个外流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 因为我们股市 已经真的涨幅非常大了 本来就该做技术性的回档了 第二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日元升值 渡边太太都回日本了 那所以呢 这一些的国际性的投资机构呢 他们现在缺钱了 缺资金 那怎么办呢 因为台股涨幅非常大 都已经获利非常丰厚了 所以呢 从台湾搬钱回去嘛 那所以呢 我们真正要看什么 看这个日元 什么时候呢 才能回稳 那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今天呢 全资股 都还蛮惨的 都还蛮惨的 那么华硕当然 今天的表现就非常好了 那当然是因为 它三聚三升的问题 那另外呢 中小型的股票 今天反而是走得比较强势 事实上呢 像是贵买指数 在盘中的时候 还两度翻红 那么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外资今天 会站在卖方 可是呢 本土的资金呢 已经有点等不及了 是 好 这边是8月5号礼拜一 跟我们共襄盛举 1807点的那一天 告诉大家 会止跌反弹 是 说这个礼拜 好有机会啦 OK 结果它真的反弹了 那么我们当初的估计呢 最坏的年限 应该会有支撑 一万九千点 对 那可是呢 这一次为什么会跌到 一九六六二呢 那其实很简单 因为呢 正常的技术性的回档 它的回档幅度 大概都是20% 10%或者是20% 不是10%就是20% 那已经20%了 已经20%了 所以呢 它礼拜二三会反弹 是 原因是在这里 那可是呢 万一它不是进行一个 短期的技术性的回档 而是进行一个中期的 这种整理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会回档到30% 还要再回档啊 对 就有可能 那么那当然 我们要看国际的情况怎么样 刚才我们讲到 美国股市 这个道琼指数 比较辛苦一点 是 为什么很辛苦呢 大家注意看 这里做一个M头了 它理论上来讲 它应该要反弹回来 要回到这个景线 这个附近 那可是呢 它在过去 这两个交易日 它是有反弹 可是呢 反弹起来 它连这个季线都没突破 连续两天挑战季线失败 然后呢 这个昨天晚上 还拉回来 不但拉回来 还再度的跌破了半年线 这里如果说 如果说今天晚上 再把这个5号的这个低点 跌破的话 它这个低点是在38499点 万一跌破的话 这里就形成 葛兰比八大法则的 所谓的这个重要的支撑 跌破了以后 然后反弹回去 没有站稳 再跌破 它就会形成一个 波段的下跌 因为不止道琼 现在大家对于台股 也有这样的疑虑 就怕第二只脚打不起来 是往下跑 没有错 如果打不起来的话 其实 其实我们这样子讲 大家的 有个迷思就认为说 右脚一定要比左脚高 其实可以不用 可以不用吗 可以不用 可以一样高吗 或者是稍微低一点都没有关系 理论上来讲 我们一般的所谓的有效跌破是3% 就是说如果说它的右脚跌下来 只比左脚的多跌了2% 还可以接受 对没有错 至于说我们这个大盘 就是这一波是不是整个就跌完了 那这一点来讲的话 那我们要达到几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日元要止升 那台币要止扁 那现在呢 有达到部分 好 台币算还OK 对 还OK 那日元呢 它这次这个升值了12.4% 那回档的也只回档了3.4%而已 所以它现在可能还要再整理 那另外呢 美股要强力反弹 到目前为止没有 OK 所以它人仍处于空头的格局 那另外呢 外资台子旗的净空单呢 要减到1.5万口以下 那它有减哦 现在还有3万一千多口 对 对 3万一千多口 所以呢 已经要3万一千多口了 到昨天为止了 那外资呢 现货市场的已经要 连买三天 合计买超要达500亿以上 今天有卖500亿 对 跟你唱反定 是 所以呢 只有在8月6号买超243亿 没有用啊 那融资至少要减到2770亿 真的有点接近了 这是最小的标准 那到8月7号为止 融资的这个余额呢 已经减到2917亿了 是 其实已经相当接近了 那么 可是呢 我不排除呢 它有二度融资追缴万件齐发的 这个可能性 好 就是再洗一次 这个说法 其实大家还是要有点放在心上 是的 通常一次洗 两次洗 可能会洗到第三次 对 以前都是洗两次 那 过去这些 这几年以来呢 那大家比较有钱呢 你知道吗 所以要洗三次 OK 我希望不要 这次不要啦 好 那至于说台积电呢 今天大家的 大家就 现在都看两只股票 一个台积电 一个鸿海 对 对不对 那大家会觉得 现在我今天就碰到 有这个网友在问了 为什么台积电 这次可以反弹 那为什么鸿海没有反弹 对不对 等一下王博也可以帮我们讲 对 那我讲个比较简单的 我讲个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很简单 因为外资呢 买超 融资减少 融资反而不捧场这次的台积电 对 外资 外资这个捧场 然后呢 融资减少 那可是鸿海刚好相反 好 也可能是因为台积电的价位相对还是比较高 是 所以大家有点减不下去 对 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说 这档股票 而且呢 注意看 8月5号 它长黑那一天出了大量 然后礼拜二呢 它是直接量缩站上去 这个大量区 表示呢 它有机会大量阻底 所以这次台积电呢 我倒是觉得说 可以值得观察 注意一下 那至于说 华硕呢 这一次 哇 你看他这个Q2的第二季的这个 财报的表现多好 营收计真 然后呢 毛利率 营益率 净利率 三率三升 所以呢 而且呢 它这个EPS不得了 15.9元 年增率百分之 356 就代表它的利润率 整个大改善 对 大改善 对 因为它去年的基期 非常的低 因为它去年的那个库存 这个太多了 一直没有办法消化掉 所以呢 基期低 今年的表现又非常的好 上半年赚了二十几块钱 对 而且呢 它的对第三季的展望 也是乐观的 那包括像是这个AIPC 它市占率呢 有机会达到百分之二十五 那华硕这张股票 今天在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它最值得参考的地方在是说 它直接跳过了所有的均线压力 好 股灾跟它没有什么关系的感觉了 一口气占上所有均线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了 它接下来的三天 能不能继续守住所有的均线 OK 那如果能守住的话 这只股票有机会 那么因为呢 华硕呢 它公布了这个第二季的财报 结果它的股价表现非常好 是 我们就要来看 有没有机会 有一些股票也能跟它看齐的 好 这就是施工送暖来了 是的 好 没有错 然后我们要选什么股票呢 第一个 要跌得够深的 好 跌得够深的 那可是呢 第二季的营收呢 大家注意 因为它们没有公布第二季财报 那我们就从这个营收来估计 它是不是呢 第二季财报有很好的表现 那这大部分的双位数成长 只有一个四季纲 它是第二季是衰退的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说明一下 OK 那过去三个交易日呢 它融资金额是减少的 然后呢 外资是买超的 对不对 就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台积电是一样的 所以合乎这些条件的股票呢 那我们是觉得说 它们是有机会反弹的 它比较有机会反弹 那第一个呢 我们看伪创 好 伪创其实7月营收也不错 对 它7月营收也不错 然后它的股价的跌幅呢 这波跌幅是38.3% 这是我们所谓的黄金切割率 0.382 从这边跌下去 对 它很早就在跌了 对 它一路下来 慢慢跌 然后你注意看 它跌下以后 融资是大幅度的减少 崩溃了 都已经报这么久了 对 为什么 因为大家对它实在是失望透顶了 对不对 可是呢 外质买超了 所以呢 这只股票 我觉得可以注意一下 好 那另外呢 就是世纪刚 这个现行 这个可怕 其实这个很多投资人在问 到底出了什么事 对 结果它没事 它没事 你看哦 它373 都可以跌到173 对啊 373 373跌到173 200块 这样就没事 对 跌了200块 那么它有没有事 它真的没事啊 你看它订单人见度 是到2029到2030年 没事去了200块 对 没有错 那么 那它在杀什么意思呢 在杀 就杀这个 这个筹码面的 筹码 还有之前有说 封场的一些标案 有延后 是 没有错 没有错 可是呢 我们从这个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它已经这个回涨幅度 已经真的是够深了 是 它本来就应该有具备反弹条件 然后大家注意看 礼拜二的时候呢 它是一根长黑 对不对 达到最低点173块半 结果那一天是出大量 昨天呢 量缩 是 收个长虹 然后呢 把这个长黑可以完全吃掉 是 就表示呢 有跟台积电非常地像 大量足底的这个可能性 是 所以我们看 接下来在两三天 如果它能守住呢 这个位置的话 那大概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好 股灾跟它也没关系 因为它早就股灾了 是 对 没有错 对啊 还有一个是巨翔 那巨翔也是 这一波呢 它的回涨幅度也是 这个达到了 超过了35% 有这么多啊 对啊 看起来很强 它119一直跌到76块8毛 对不对 看起来真的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 因为最近强谈的关系 对 它连续反弹了三天 你知道吗 它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我们看它7月份的营收年增率呢 32.1% 创历史次高 那传统上呢 第一季跟第四季是淡季 可是呢 近年来 它因为它布局车载 还有工程 工控之后 所以它淡忘季 没有这么明显了 那所以 这只股票呢 那我是觉得说 它的筹码 其实各方面都还算稳定 所以呢 基本面又还不错 所以这只股票 是有机会的 比较听得出来说 虽然有辅助技术面 但现在你是以基本面 然后跌得够深 做一个相互的参考 然后筹码的 这个还有改进 那因为现在大盘 你觉得搞不好 还是有修正的空间 所以大家还是要 戒胜恐惧一点 对的 没有错 好 非常谢谢勇年老师 谢谢